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开始 去学校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我们会在早饭前读书 我喜欢提供能量的感觉 有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 是我感觉在这里的每天都是有价值的 我最喜欢学校食堂的红烧肉 汤用来泡饭是最好的 学校是我第二个家 我们这里的学生以助校生为主 他们平时很少跟父母在一起 作为老师我有义务一直陪伴着他们 最理想的食生关系 就应该是那种良食一友的感觉 跟学生能打成一片 那么这时候把公式一结合 没有改变它的大小 在教室里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我对学生也有严格的要求 下课后我更喜欢把他们 看成家人和朋友 作为老师 我很高兴能够参与他们的健康成长 在这里学校时常给我赶到家的感觉 记得那是冬至 我们学校没有放假 很多学生留在了学校 我自己就准备了一些食材 做好的饺子拿到教室去 他们一起吃饺子感觉那种氛围 非常的高兴 让我一直忘不了 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给我的关爱 时常让我感到温暖 我十分喜欢这里的环境 在这里我们可以受到平等的待遇 事实上成绩基础比较差的 每个班级都会有几个同学 但我也不会放弃他 因为你仔细跟他相处以后 你会发现在其他方面 他也是非常有天赋的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我不是说要遗养的太大 但还是不被分明过 你感到没有什么 你会发现 在长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